好,现在我们来制作一款原味的冰淇淋奶油 它的原材料有淡奶油、吉利丁、清水、奶粉、白砂糖、淡奶油 好,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操作 好,首先我们把清水 这里面配方里面的清水跟吉利丁是倒在一起 让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静置5分钟之后我们再加热 成液体的状态来使用 淡奶油加入糖 奶粉 边煮边搅拌至边缘冒泡沸腾的状态 大约是80度左右 边煮边搅拌哈 因为我们的奶粉很容易出现粘锅的状态 但一定要边煮边搅拌 我们煮好这个奶油之后放凉至55到60度左右 再加入融化的吉利丁叶 最后跟剩余的所有材料一起均至顺滑 贴面保存冷藏过夜方使用 冷藏过夜方使用 在烫有火之后 好 一步 完全是 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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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备 非常香 好 很不错 吃 我和你干杯 所以我只是在家里面 你吃饭 我不喝 但我才不喝 了 我会吃饭 肥肉 我会把饭 好 已经感觉到边缘有点 就是有点热气升起来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沸腾 好 我们煮好这个 放在一边 让它冷却到55到60度左右 再加入吉利丁 好 现在这一份原味的冰淇淋奶油 我们这个降温到55度了 然后把融化的稍微隔热水 加热融化的吉利丁液倒进去 然后我们使用菌制机 使用菌制一下 那如果是家里没有这种菌制机的 用小朋友做腐蚀的料理棒 或者是把这一个过筛三遍 就用网筛来过筛三遍左右 它也可以到达一个这个目的 就也可以让它比较细腻 但有的话会更好 那么它会融合的更好 好 我们现在是把吉利丁加进来了 稍微均制一下 好 均制好了之后 我们倒回剩余的这个淡奶油里面 好 我们倒进来之后 然后均制一下 好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包包先磨 然后放冷藏保存三天左右 可以直接拿出来 使用的时候第二天冰箱拿出来 打发至抹面的状态 或者是裱花的 就是裱上面奶油的那种状态 来使用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在这个里面加入一些香草酒 香草糕 或者是比较喜欢的一些橙花 就有味道的果酒 像一些丽椒酒这些都可以 那它出来就是不同的风味 好 这一个就演示完了 这个是原味冰淇淋 好 现在我们加入香草糕 然后搅打 这个是原味的 加入香草的话 就是香草味的冰淇淋奶油 那拿出来的话 它是稍稍有点结块这样子的形状 那我们就用中高档这样子 去把它打到正常抹面的那个状态 就可以使用 在搅打的过程中 它会从这种 就是越搅打越顺滑 然后再到 变成我们想要的那种 打发的状态 就按跟普通的淡奶油的打发一样 打发的 好 大家看到稍稍纹路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们转为中档这样子边搅边搅边观察这个最佳的状态使用 那冰淇淋奶油的特点就是 它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打发过度 就会比淡奶油会更好操作一些 打好的这个奶油 我们会慢慢感觉到它会有一点点阻力的这个手感 就会越来越重这个阻力 然后奶油的话也会比原先搅打之前更泛白一些 好 可以之后我们甩一下头 可以之后我们甩一下头上的 然后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看起来会感觉会比淡奶油更细腻一些 搅打好的话觉得比较稠 但是可以稍微拌一下使用 你们可以看到比较细腻的这种状态 但是你怎么会变得之前 那你怎么会变得 assumptions 这位是不顾便来的 因为员子脱快将掌握了 我们就会咨起地了 我们不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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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